董卉姐,你是今天唯一有加油團的 對,沒有錯 我想我要首先感謝我們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最優秀的立委們 温育霞委員,游育蘭委員 還有鄭立文委員林一華,吳一丁委員 還有一個我們分量非常重要的 我們李德維書記長 他們都來陪同我來抽籤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謝他們 這也顯示國民黨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大家看到一個大家大團結的氣氛 剛才吳一農在講說你早上提出的政見 他說還債於民這件事大家都同意不要債留子孫 可是這個數字並沒有你早上提的那麼美好 那我有看到他的新聞稿 那我覺得吳一丁 不是吳一農 吳一農這個先生 他可能還是要去補一架課 稅收超真跟稅收短差 其實這都是兩種不同的預算的概念 那麼我特別講到稅收超真稅要還稅於民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在過去 包含我們有一些委員 還有一些財稅專家都有提過 他可以去研讀一下再來回應 那會不會覺得說他都發新聞稿回應你的政見 為什麼不乾脆辯論 他剛才對於辯論這件事情是說 你對於他提出的主張都沒有具體說出哪邊反對 他不知道怎麼跟你辯 因為如果我們這樣子無限循環下去 顯然他是不想或者是不敢跟我辯論 那如果按照吳一農先生的標準的話 我想我未來提出10個20個甚至100個政見 他都不會跟我辯論了 剛才你們好像握手打招呼有講一些什麼話嗎 有他進來的時候他有問一下 他說議員你的身體有沒有好一點 我說有謝謝 大家互動還是蠻自然的 那你覺得剛才 有沒有覺得剛才蠻驚險的 差點對手沒有來抽籤 應該不是我驚險吧 我來抽籤完全沒有問題 菅姐他只有一個人 沒有像您這樣子有加油團 那會不會覺得他還是一個人的江湖 我只能說我今天真的非常幸福 有這麼多的委員來陪我一起來做抽籤 對 菅威姐另外想問郭台銘董事長 最近也像您一樣會出面罵政府 您覺得他是有意2024 基本上我現在滿腦子 只有我自己的選舉 1月8號全力衝刺 那麼其他的部分 我就沒有想那麼多了 謝謝 菅姐有些民調指出說 這個蘇內閣的支持度 包括小英的支持度 是創了新低 那這點議員怎麼看 呃我覺得在這一次 呃包含10月26跟12月18的選舉 其實已經充分 呃告訴蔡英文政府 人民的想法是什麼 那麼大家期待的是 我們執政黨能夠反省和改革 而不是現在看到的繼續是爭權奪利在搶位置而已 好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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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今天 好 祝大家 另外想問就是之前周玉寇有就是嗆說 您的丈夫是有吃了十幾年的軟飯 那昨天就是在播出的節目上 他有提到說其實當下覺得是很大的羞辱 有點憤恨難平 所以議員會覺得這是歧視嗎 會不會想要幫丈夫來抱不平 呃我覺得這件事情 呃已經過去了 好那我先生當然 呃他有講嘛 當當時當然他的心情是非常呃不舒服的喔 但是呢這件事情他也已經自我平復 那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好事 我們一定是向前看這樣子 我覺得 我覺得 凡是什麼事情 我們都向前換向前走 黃慧姐 這另外再問一下有關於民黨敗選之後啊 被視為英系的立委蔡宇的父親蔡起芳 就忍不住開了逼宮敵槍喔 那要蔡英文總統乾脆是當太上皇 會不會覺得民黨現在內部的問題都處理不好 所以變成說好像沒有人幫忙挺吳一農 沒有我看到蔡起芳的那個臉書 我第一個感覺是說英系自己造反了嗎 讓他去做太上皇就好 那我覺得這顯示出民進黨內部 因為這次敗選之後 那麼大家其實步調不一致 然後我覺得比較嚴重的事情 好像大家還是在在爭權奪利 還是準備在搶位子 因為因為一在傳說內閣會改組喔 那麼控出這麼多的不管隔魁啦 副隔魁還有這些部長的位子 看起來克敗戲搶得非常熊 我們再另外問一下喔 就是說這個有傳出這個 因為民進黨在嘉義市的這個選戰也是敗選 所以這個隔魁可能會換人當喔 那現在傳被點名的是這個顧力熊 那顧力熊他這個如果這些隔魁的話 他的背後名是不是也是蔡英文 那等於是蔡總統還是一樣在把持這一些 這一個所有的行政資源 好 我有說過喔 就是到底民進黨在敗選之後有沒有改革跟反省 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就是蘇貞昌 那目前蘇貞昌還安坐在這個隔魁的大位上 這代表民進黨沒有真正的去改革反省 那至於呢現在媒體一再傳聞就是 隔魁的人選 但是呢你有沒有發現換來換去呢 其實都是蔡英文能夠掌握的人 那剛才媒體朋友講說顧力熊 那顧力熊當然也是不折不扣的英系嘛 所以也就是蔡英文能夠完全去掌控的人 顯然蔡英文根本沒有要放權的意思 所以我想不管是陳建仁也好 或者是顧力熊也好 其結果最後蔡英文都是會是那個背後臨 我想問一下就是現在最新的這個好感度的民調出來了 那您的這個好感度是比這個吳英農高非常多 那很多人在講說這個吳英農是不是會變成林志堅2.0 然後會您會不會覺得他會變成就是被討厭的小英男孩 我曾經說過吳英農是小英男孩 因為吳英農確實是蔡英文清點 而且是蔡英文刻意栽培的 這個從三年前她的參選也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當時吳英農先生從來不否認她是小英男孩 還不是嗎 那麼至於就是說有關於好感度 或者是吳英農會不會成為林志堅2.0 我覺得應該留給所有的市民還有選民來做判斷 黃玉姐另外想問一下就有關於這吳英農啊 她提出了政見有包含這個松基簽建跟國土防衛部隊 那這個就被馮詩寬打臉 那你現在要等到她的國防專業嗎 就是有關於那個松基簽建的時候 我有特別我第一時間就提醒這個牽涉到有關於那個國安層次的問題 那麼我覺得非常遺憾當時吳英農先生一直說我是攻擊她 然後說我這是空洞的批評 但是呢現在有關松基簽建 我所提到相關國安層次的問題 越來越多的人提出討論 還有越來越多的人提出質疑 那所以這證明我的提醒是善意的 那至於就說 吳英農先生他到底有沒有國安的這個真正的專業 我覺得可以聽聽包括馮詩寬 馮詩寬現在退府會主委也是前國防部長 他過去還有現在對吳英農先生都有一些指教 所以我覺得可以聽聽國安專業人士 國防專業人士對吳英農先生的批評和指教